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非常神奇的模型啊 叫做沙头扎根 你硬要翻译的话呢 它可以翻译成叫穿梭的捷豹啊 或叫穿梭的猎豹 当然这个翻译没有什么意义啊 我们就说它特别在哪儿 那我们还是先来掩护 看它生成的一些图片 先看这个吧 这一个女孩啊 有一个这样的动作 看手指啊 面部 这个都非常的漂亮 对吧 再看这个 这是女孩的手里边有一个迷你的手机 看这个 非常的漂亮 这是古风的美女 在梯台上走秀的一个女孩 这个呢我生成了几张 大家看一下 这个都非常的漂亮 对吧 穿着黄色T恤的女孩 这个是一个女孩的近兆啊 我们大概就看这么几个 有人说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人物可能的确是有一些漂亮 但是仅此而已 但是你要注意这儿 发现问题了吗 四部彩样 四部彩样 生成如此高质量的图像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模型啊 那我们下边就来看一下这个模型 大家现在看到是这个模型的抱抱脸的主页 那我们把它翻译一下 这个谷歌的直译 叫做捷豹穿梭机 当然呢 你也可以认为是沙头 扎根呢 是扎根闹他的简形 因为扎根闹的也是非常棒的一模型 当然我们还是跟大家说 就是他翻译成什么 无所谓 我们就叫他沙头扎根就可以 这儿有一些例子 大家看一下 不管是远景 这种宽屏的构图 人物 这种梦幻的构图 近物的特写 人物的特写 都做得非常的棒 看一下 沙头扎根呢 是一种文本到图像的AI模型 它主要是通过文本提示 生成高度美观 电影化和逼震的图像 所以说呢 它主要是生成真实图像的 而且呢 是一个美学模型 这个我们给大家讲过之前的一个模型 叫沙头3.1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大家注意啊 在这儿有沙头3.1 专门的一个美学模型 这个也是他这个系列的 我们在测试这个模型的时候 展现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棒的 所以说呢 沙头扎根同样是继承了美学的这样一个特点 生成的图像呢 会非常的美观 但是又具备了一些其他的特点 比方说我们说的这个电影的这种质感 还有写真的这种图像 总体上来说呢 这个模型是非常棒的 那你要去体验它呢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当然你可以下载模型 这个我们待会去说 第二种方式呢 你可以在包包脸上的这个空间里边 直接去使用 那比方说呢 那我们现在随便粘一个提示词 比方说 这个吧 就是这个 古风的女孩在一个小船上 背景是一个湖水 那我们把它粘到这 当然你可以粘一个图像 这个我们就暂时用文生图吧 这是一个高级设置啊 Seed呢 我们就选0 然后勾上RandomSeed 然后宽度高度 这是1024x1024 然后你注意这个采样步数 这我们同样选的是4啊 那下边我们可以执行一下 那由于它采样步数比较少啊 所以说呢 生成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我们来看一下 生成的效果是不是 符合我们的要求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非常的棒 对吧 而且你要注意啊 它是这个FP16的 所以总体上来讲呢 它这儿生成的效果 比我们下载下来生成的效果 可能还要好一些 那我们回回头来来说 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呢 它提供的类型也比较多 第一个就是BF16的 第二个FP8的 第三个啊 就是量化模型 GDUF的 而量化模型呢 有4bit 6bit 8bit 16bit 都有 这个你根据情况自己去选啊 这儿呢 我同样是用FP8的 当你点了之后呢 这儿就会下载啊 当然如果说你想看一下 它整个结构可以点一下 Files and Version 然后这里边呢 有整个的Safe Tensors 格式的这个模型 大家看一下 23.8 也就是我们说的FP16的啊 然后FP8的呢 可以到这个文件夹里边去下载 这个整个小了一半 要是量化模型呢 你可以到这里边去下载啊 有468 BF16 这都有 这个呢 我还是用FP8来给大家做展示啊 所以说呢 我们下载它 放在你什么地方呢 这个跟我们的那个Diffuser模型的路径是一样的啊 所以说呢 你应该放在你的Models目录里边 可以放在Unite 或者是Diffuser都可以 大家注意啊 我现在这个是一个Conf UI的扩展目录啊 不是原始的那个目录 因为呢 我在配置文件里边加了这么一项 大家看一下 我的Checkpoint呢 除了它自己的这个Checkpoint之外呢 我在我的E盘 因为我新加了一块硬盘 大家都知道啊 Conf UI这个非常的占空间 对吧 我新加了一块硬盘 所以说呢 是在这个根目录下的Models里边的Checkpoint 而Unite呢 是Models里边的Unite 所以说呢 我可以放到这 E盘 Conf UI Extend Models里边的Unite 所以说呢 这是一种扩展模型的方式 当然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啊 这我们就提一下就行了 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建一个工作流来跑这个模型 下边呢 我们直接新建一个工作流 那我们直接呢 来创建一个Flex的基础工作流 我把它变成一个竖屏的 720x1280 或者是官方的也可以啊 1024x1024 这也可以 然后呢 我们把模型换一下 呃 这儿是LoudDiffusion Mode 所以说Unite和Diffuser里边都会有啊 我们找一下 应该是这个ShuttleJugger 然后FP8 这个类型呢 选择FP8的 别的不用动 下边呢 我们增加采样器 K Sampler 把该连的给它连上 下边呢 我们调整一下参数 我换成四部采样 这个1.0 这个我换成Olaf Simple 好 就这样就可以了 下边呢 我们用提示词来测一下 这儿呢 我们准备了一些提示词 大家看一下 我们从头来往下测啊 我们先来测这个吧 这个是一个女武士啊 因为我这是一个图生提示词 所以说大家对这个提示词 应该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啊 就是它原始图片 那我们看生成的 和原始图片之间的一个差距 沾上啊 然后呢 我们直接来生成 大家看一下 这是它的一个效果 这个真实感不用去说 大家注意 非常的真实 尤其是你注意这个细节 但是呢 它出现的人物 可能的确不是特别的好看 面部呢 就是这个样子 尤其是对于东方人物来讲呢 它处理的的确不是特别的好 在提示词里边的话呢 我们这儿用的也是乌满 不是哥 它这个应该是有点不太合适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 还是用一个Laura去校正一下 那我用小红树的Laura来校正一下 这儿的全重呢 我们给到0.35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生成的效果 那我们感觉一下啊 这个时候呢 人物其实就要好很多 对吧 那有人说 我是不是需要去增加 像t开始这样的东西呢 这个就算了啊 为什么你就四步你再增加t开始 这个没什么用啊 就是它本来就没跑起来 是吧 就像这个高速发动机啊 它没跑起来 然后你再给它加速 这个就没必要啊 应该效果不会特别明显 当然你要愿意试试 你就自己试试 这儿我就不用了啊 另外我建议大家把这个guidance呢 调的稍微小一点 虽然它官方呢 也认为应该是3.5 我们在它的这个代码里边 注意啊 它的这个guidance也是用3.5 但是我测试起来觉得可能3.0 效果会更好一点 所以说呢 我建议大家调成3.0 当然你可以自己去试啊 这只是我的一个建议 那我们再跑一遍 注意啊 这个越小 这个采用速度越快 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呢 可能 这样整个的面部会好看一点 但是你要注意就是清晰度呢 可能会有一些降低 细节方面呢 可能会有一些缺失 但是总体上来看 美观程度 我觉得3.0 可能比3.5要好一些 另外有人说 我去增加采样步数 会不会对质量 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这个我没有发现啊 就是我换成8 你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8之后呢 你说有明显的提升吗 我也没有感觉到啊 我觉得4的这个效果呢 应该就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设置啊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就4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过度的去采样图像 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这就可以啊 非常好的一个面部效果 细节 真实感 整个的构图 好 下边呢我们来测一下其他的 这个 这个是那个 文花的女孩 对吧 那我们把这个提示词沾上 大家看一下 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棒的 看这种真实感啊 月夜下穿着红衣服的女孩 红色汉服的女孩 也非常的棒 对吧 当然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个啥啊 但是总体的构图 这种电影的感觉啊 你会发现这种轻率电影的感觉 它的确还是比较棒的 这个是穿旗袍的女孩 当然呢 你可以用其他的分辨率啊 比方说我可以用720x1280 这也是可以的 就这种竖屏的 那我们来生成一下 这样的话可能更突出 人物啊 构图会更加的紧凑 大家看一下 他对手的这种刻画 的确是不错的啊 比这个 传统的Flux模型 可能要好很多 这个是一个美女的特写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棒 这个是穿着黄色T恤的女孩 你注意啊 她在这个T恤上的这个字母是HU 那我在这儿呢 也有一个明确的说明 我们看一下文字的呈现 会不会有问题 HU 没问题 对吧 然后这个在河边 穿着汉服的一个女孩 这个我们之前用它的 包包脸上的模型 生成过一遍 对吧 这个呢 我们用它的FP8模型 来生成一遍 当然我这加了 小胡叔的Laura 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人物比例 其实是有问题的 好像没腿 对吧 这个有很多模型 是有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再生成一遍 这个难道是提示词的问题吗 这个身体比例的确是有问题的 看一下 这个可能就好一点 那我们多猜几张 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人物比例会有一个硬伤出现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跪在了这个桥面上 那所以说呢 可能是我的提示词的问题 还是什么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试的时候验证一下 我觉得出现的概率稍有点高 大家看一下这个人物的比例 我觉得 的确人物比例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可能跟我这个分辨率有关系吗 那我们换成1024看一下 这个目前看没有问题啊 再来一张 这个手臂这儿反了 所以说呢 还是有一些这个构图上的问题的啊 那所以说呢 身材比例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 分辨率可能1024乘1024会更安全一些 而我们这个不平的那出现这个比例失调的这个概率就大一点啊 好 我们继续往下测 那看这个 这个也是非常漂亮的一张图像啊 嗯 这个也没问题 这个的重点 你要注意 这个女孩的手里边拿着一个小的那个手机啊 这个图上可能不太明显 那我们看在复现的时候 他其实能把这个特点给他复现出来 看一下啊 对于细致的这个描述或者是提示词细节的这种处理 虽然只是四部采样 但是也是非常到位的啊 最后呢 我们来测一个这个东西啊 这个女孩呢 有一个不太雅观的动作 然后我们生成了一段提示词 女孩很漂亮 我觉得这个动作也不太美观啊 那我希望这个模型还是能美化一下这个动作啊 我们再生成一遍看是不是好一点 这个感觉可能好一点 这个就差点了啊 好了 我们就不给他较劲了 通过这一系列测试 大家可能会发现就是 我们通过提示词加一些Laura 然后调了一下我们的这个guidance 可能生成的效果呢 就会有一些保证 目前我们测出来的呢 它的问题主要是在人的身材比例上 以及可能手的方向上 我在之前生成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常看我视频的同学可能都知道 这个是我的这个提示词生成器啊 是用Germanite训练出来的 训练方法呢 在之前视频里边也给大家讲过 这儿呢 我顺便提一句就是 Germanite的最新发布了 它的这个2.0的Thinking模型 这个模型特别有意思啊 你要注意 当你去让它干一个事情的时候 它有一个叫Sought的过程 它说啊 这个用户呢 提供了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是一个什么样的 然后呢 它计划是怎么着 先描述这个Subject Kit 再描述衣着 再描述Pose 就是姿势 再描述背景 再描述光和这个心情啊 Mood是吧 另外的话呢 就是将一些细节加上去 虽然你会发现啊 它整个的这个思考过程 也是非常人性化的 所以这个提示词 比我们之前用那个1.5 或者2.0的生成的效果都要好 这个我就不专门录视频给大家讲了啊 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非常的棒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模型还有一个应用的点 就是用在哪呢 用在这个 类似于叫PUID这样的技术上面 PUID我们都知道啊 如果传统模型呢 会有一些塑料质感 那可能 你在生成的时候 这个是避免不了的 对吧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PUID的一个应用效果 那我就直接在上面改就行了 那我们直接用一个 Apply Flags 然后PUID 这个我们在之前给大家讲过了啊 模型我直接连过来 这样我们放下边吧 可能更好看一点 这个我用的是0.91 EV让我们选库的 我们需要上传一张图片 那我们还是用这张 下边呢 我们来生成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提示词呢 我用这个的吧 然后大小呢 我尽量和这个保持一致啊 所以说呢 我把这个给它 get一下 image size 然后把宽高 给它放到这个位置 那同样 latant empty 也给它替换掉 那这两个就不需要了 下面呢 我们来生成一下 大家看一下效果 好 现在呢 已经采样完了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呢 其实就自然很多 虽然它是四部采样 那有说t开始 纠结t开始 我们试一下吧 我们看一下 他现在用了25.63秒啊 我们再来生成一遍 确认一下这个 采样的速度 去除掉这个 模型加载的时间啊 7.59秒 那如果我们用t开始 不是喜欢用 我们试试啊 那flags override 对吧 forward override 然后呢 我们来一个apply tcache patch 这个我们用0.4 flags的模型嘛 对吧 0.4 然后呢 我们直接给它连过去 其实你注意啊 这个要不要的意义不大啊 在这种 pyd的采样上面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明显的 这个时间的提升 8.28秒啊 我们再来一遍 8.92秒啊 所以说你会发现 你用了之后 反而时间变长了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就算了啊 质量同样非常的高 而且呢 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塑料质感 而且这个模型 整个呈现的美学状态 和人物的状态呢 的确也非常的棒 当然我没有用那个 input的那个工作流 如果要是用input的呢 可能会更好一些 当然那个生成底模的时候 就得用这个模型来生成 然后再在那个底模的基础上 进行input 这个大家参照我之前的 那个视频去做一下就可以了 这我就不一个一个去试了 好 所以说呢 大家会发现这个模型的速度 当然非常的快 这是一方面 另外呢 具有非常棒的这个构图的电影质感 非常棒的这种真实感 另外的话呢 可以帮助我们去除人物的一部分的这个塑料质感 综合几个方面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棒的模型 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 作为一个懂爱的人 if我们需要持续 我需要记彗 我们将很重要的 ependчики 对它发生的